哈喽大家好,我是童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是一个天气超好的周末 我今天要到龙泉山去土地,我去看桃花 上山步道入口处,简直是一个超大的集市 卖什么的都有 哎,这个是自己做的发家呀 这里的感觉真的跟感激很像 你看还有鸡 这个学名鼻奇,又名马蹄,四川话叫四龟 这个是手工串珠,激起了我的回忆呀 我一边天主,五天站了的 我买了一个青蛙,小青蛙,呱呱呱 我又买了一只兔子,准备待会儿送给我妹妹 一路都听到小鸡叫声,原来这里在卖染色小鸡 这个是野菜饼吗 五元三个的野菜饼 解压神器,大人小孩,有三猪,都好玩,欢迎巡购 一开始我以为他在画一只苍蝇,结果是鲸鱼 其实赏花才是爬山的主题 但是我差点都忘记了 我在一堆玩具中发现一个神器 这个东西太令我惊喜了 可能很多老人家玩过吧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三十多块钱买到,真的很坑 这里真的是狭滩饭都有 我原本以为是可以清静自然 结果来到了一个魔幻地 兔兔其实很想养兔兔 但平时太忙了 关键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 我感到绝望 总感觉有一点奇怪 怕龙泉山真的很轻度 很轻松就到达半山腰了 这里看到的应该就是龙泉湖了 沿小路而下 终于看到了一片小小的桃林 我也学大家来个摆拍 找个地方试试我的新玩具吧 到处走走逛逛看看 我发现有人折芝 细细地看这些花 真的都好美啊 我现在已经下山了 没想到吧 这么快我就逛完了 其实它这边的山有好几座的 不过我感觉就像回到了小的时候 逛了一下这边的那种城镇集市 买了一把枪 还买了一个青蛙 下山路上同样有很多的小摊饭 你也讲几块了吗 五十块钱 几百十块 再接一几块 他说三块切一个 一口一来 虽然天色已晚 但是看到这些桃林 又有别样的感觉 导致你 我们去找新玩具 收到破口 商量哦 deduct三块钱 出售给我们 找人家 你 一直到人家 找人家 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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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